大明成化年间 绍兴府土地庙附近住着一个小伴 名叫贾文科 父亲是做毕头的 在他13岁那年 就抛下他和母亲撒手而去 贾文科从小聪明刁钻 长到16期 不想像父亲那样做个毕头的 于是在海思市里卖海思 他年轻力壮 又能说会道 两三年下来 赚了七八两银子 算是能勉强虎口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4月的一天 贾文科挑着一袋海思到街上卖 忽然听到前面人声鼎沸 拉住个人一问 原来是住在城隍庙隔壁的 李源外家着火了 他抬头望去 直见远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人们纷纷跑开 他把两弹海思装到一起 藏在竹篮下 用竹篓盖好 寄存在一个老主顾家 然后跑过去看热闹 当他挤进人群时 发现有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 被人群挤来挤去 旁边没人搀扶 鞋子都被挤掉了 不停哭喊着 他立刻挤开人群 一把抱住女子 把他从人群中拉出来 扶到没人的角落 女子万分感激 哭着喊道 我家楼上有十多个大皮箱 里面都是金银宝贝 箱子用纸捡花封口 你快去帮我拿来 到时候我分一个箱子给你 贾文科听说有金银宝贝 慌忙把女子扶到旁边 一户人家的屋檐下 不顾一切钻进了 浓烟滚滚的火场 这时整个院子被烧得摇摇欲坠 他不顾危险冲到楼上 东找西找 果然在房间里看到了 十多个箱子 箱子上贴着花 他随手托住两个 艰难地下了楼 当他还想再次冲进去的时候 进去的路已经被熊熊烈火封住 只抢出了两个箱子 他眼一红心一黑 决定不把箱子还给女人 抱着箱子离开了现场 等到了家 母亲问他箱子是从哪来的 他说是朋友寄存在他这里的 他歇了一会儿 对母亲说道 娘 你好久没去脚脸的周婆婆家了 要是现在去看她 她一定很高兴 周婆婆是贾母的老朋友 已经好久没见面了 于是贾母套上一件青布衫 摇着扇子高高兴兴出了门 等母亲走远了 贾文科立刻把门拴上 打开一个箱子 里面是五六个青纱袋 袋子里都是鸡头大的珠子 还有棉纸包着的成定的银子 每包都有五定 放了满满一箱子 又打开另一个箱子 有九个卷纸匣子 里面都是金银酒气 金串席杯 还有五六颗琥珀串成的项链 和几件好看的衣服 贾文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宝贝 高兴地手舞足蹈 他拿出一些散碎银子 把两个箱子盖好 藏在家里的地窖里 锁上门到火厂打探消息 李源外家已经被大火烧为灰烬 全家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那个年轻女子也在 贾文科担心被女子看到 立刻转身离开 来到周婆婆家把母亲接回家 傍晚时把海思担子挑回来 第二天照样出门卖海思 图片一个月后 贾文科听说有个海思店要转让 立刻找到店主金掌柜 问道金老哥 你这个店多少银子转让 金掌柜说道 我是十五两银子 从别人那里顶来的 现在想做别的生意 怎么着也得这个价钱吧 贾文科说道 这样吧 你让我三两 十二两给我 我先付五两 等明年春天 再把剩下的七两全给你 你看怎么样 金掌柜说道 要不这样 你先付五两 来年春天再给我八两 贾文科觉得价钱合适 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贾文科拿出五两 碎银交给金掌柜 又写了一张八两的欠条给他 五天之内金掌柜搬了出去 他的店铺正式开张 又过了两个月 有个客人拉着一车鱼子土服 来到贾文科的海思店卖 贾文科建有二三石坛 对客人说道 你来光顾小店 是小店的荣幸 只是这种海味有专门的店铺收 要是我抢了他们的生意 以后不好见面 客人一听这话 马上说道 我倒是不懂这个 不知道掌柜的 能不能帮我找个买主 贾文科仔细一想 难道他是刚开始做买卖 不懂这里的规矩 不如帮他找个买主 还能从中捞点好处 于是说道 当然能啊 不过天色已晚 你先在我店里住下 明天我就帮你去找 客人见他说话和气 高兴地住了下来 到了三更天 贾文科建客人睡熟了 悄悄拿着灯来到 装鱼子土服的坛子前 想偷一点尝尝鲜 他打开两个坛子 取来一根木棍 伸进坛往里一脚 感觉好像碰到了 什么坚硬的东西 像石块一样 他好奇之下丢掉木棍 挽起袖子伸手往里一摸 摸到了一个圆乎乎 两头翘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五十两的银元宝 竟然是银子 贾文科大喜过望 兴奋地差点喊出声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他伸手继续往坛里摸 又摸到了一个 索性把其他坛子也打开 没想到其他坛子里 也都是银元宝 每个坛子里都是两个 三十六个坛子 一共有七十二个银元宝 贾文科抑制住兴奋的心情 静下心来想 这个客人看着不像是卖海货的 肯定是不知道从哪偷来的东西 跑到这里销赃 他肯定不知道这里面有银子 不然不可能把银子留在坛子里 现在便宜我了 他立刻把所有银元宝都搬到楼上卧室 然后把坛子包好 兴奋的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 客人醒来对贾文科说道 烦恼老哥帮我找个买主 贾文科说道 我这就去寻个店家 帮你把所有货物一起卖了 客人高兴道 那就多谢了 客人的三十六坛鱼子土福全部卖出 为了感谢贾文科 买了韭菜请他喝酒 还给了他二两银子作谢礼 贾文科得了这么大一笔横财 又开海司店又卖海味 半年后讨了个好人家的女儿为妻 八年之内连生了三个儿子 贾文科生性吝啬刻薄 好事一件也不做 有僧道来画园 他一文钱都不肯施舍 地方上要凑钱修桥补入 他捐得最少 就连母亲过世 他也只是买了一副薄棺材 将母亲草草葬在父亲旁边 后来他又开始学着别人放贷 家务成立放课前开暗当 三个儿子渐渐大了 请了个先生到家里教书 逢年过节连礼都不给 他眼里只有银子 十多年的时间 攒下了万贯家财 把当初租的店铺买了下来 又把隔壁家也买了下来 小舅子来看望他 他怕花钱 当天就送小舅子离开 妻子生病了也不请郎中 逢年过节能省则省 大抖进小抖出 家里的仆人丫鬟们打碎一只碗 就会被他罚一天不准吃饭 人们都说他赚了这么多钱 还如此吝啬 为父不仁 背地里都咒他 光阴四溅 一转眼贾文科已经四十多岁了 这时他大儿子十六岁 取名叫初魁 二儿子十四岁 取名初源 小儿子十二岁 名叫初甲 他这三个儿子 一个个都跟他一样 蠢如牛 恶如狼 华如狐狸 大儿子初魁读完四书五经 文章都不会写 教书先生花钱帮他买了个秀才 两年后去考举人 被发现有夹带 被打了三十大板 家号势众 死在了贡院门前 二儿子初源贪财好色 因为贾文科吝啬 不肯给他钱花 所以不能像别家公子哥那样 去秦楼厨馆 只好去偷别人家的媳妇 结果摔断了腰 下半身无法动弹 小儿子初甲慢慢长大 特别喜欢打拳弄棒 有一天一个乞丐上门讨饭 没有给他 他就骂骂咧咧 出甲一拳把他打翻在地 其他乞丐们听说以后 叫了一百多个上门闹事 贾文科只好花银子 恳求当地的无赖摆平这事 花了几百两银子 贾文科因此更加刻薄 加倍盘剥 就连妻子和儿子都不让吃饱 出源在家饿得受不了 爬到街上偷了一个山西客商的钱袋 被客商当场抓住送到县衙 贾文科赶紧去救 衙门里的那些人 听说贾文科是个大财主 嚷嚷着药严成 又饿了他一大笔银子 贾文科背弃得蹊跷生烟 不久后得了病 眼瞅着药师网笑 赶紧把妻子和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嘱咐道 千万不要读书 四个人都不是好东西 见到他们都要躲着走 千万不要跟穷人来往 做人千万不能直肠子 千万不能好吃好穿 不要随便结交朋友 亲戚们要少来往 家里的丫头们到了四十岁以后 才能让他们嫁人 贾文科把这些话说完 又看了眼妻子和两个儿子 闭上了眼睛 妻子儿子们刚要哭 没想到他撑着最后一口气 睁眼说道 我不放心 我还不放心 还有一句最重要 遇到别人家起火 千万别去凑热闹 切记 切记 说完之后 他才慢慢合上了眼 妻子儿子见他断了气 竟然松了一口气 觉得终于可以做主花钱了 立刻取出银子 让亲戚们来帮忙张罗后事 图片贾夫人的两个兄弟住在家里 每天胡吃海塞 二儿子出园终于能吃饱了 亲戚们个个都做了新衣服 将贾文科安葬以后 小儿子出甲结交了许多朋友 几乎不回家 也不娶妻 每天住在秦楼厨馆 和朋友们踢球骑马 出甲又结交了十多个江湖上的好汉 写了生死盟书 发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半年后 有一个结义兄弟找上门 说有一艘运纵前粮的船经过 上面除了粮食还有真金白银 来找出甲商量 想到船上借点银子花 出甲说道 我父亲临终前说过 要是遇到火灾 一定要去看一看 我们先把船上的羹夫放倒 然后放一把火 等他们手忙脚乱时趁机下手 结义兄弟竖起大拇指 说道 妙计 两人商量好后 买了硫磺 埋伏在附近等着 到了夜里 看到船上的灯都熄灭了 两人爬到船头 摸出火点燃纸张 扔到了船上 船上看守的官差看到着火了 立刻敲起了锣 全船的人都醒了 拿着棍棒来到船头 一边灭火 一边把两人按住 绑了起来 天亮后 压界官把两人带上来审问 出甲见识不妙 连连叩头求饶 压界官说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想截略官传 这可是掉脑袋的罪过 出甲恳求道 老爷 我们这是头一回 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情愿拿银子赎罪 压界官问道 你们想用多少钱赎罪 出甲说道 五千两 压界官说道 不够 出甲说道 那就一万两 压界官说道 还是不够 出甲又加了一万 压界官说道 砍头的罪两万就想赎 出甲只得渐渐天到四万 压界官说道 我今天就要银子 要是拿不出来 明天就把你送官 出甲说道 今天就有 今天就有 压界官带着七八个人 绑着出甲和他的兄弟来到甲家 甲夫人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正想风光风光 听仆人说一群官差 压着五花大绑的小儿子 来到家里 赶忙跑出来看 出甲一见到甲夫人 立刻喊道 娘 救命啊 快拿银子 要四万两 四万 快点 甲夫人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问道 要什么银子 一下就要三万四万 你说得轻巧 出甲见娘没有动 带着压界官上了楼 在家里四处翻找 把所有房间的箱子都打开 找出银子秤 甲夫人见此情境 立刻冲上去问他们要干什么 却被官差们连扇了几个巴掌 压界官把甲家所有的银子 和珠宝首饰全都抢出来一算 还不到二万两 压界官抽出铁齿打向出甲 其他官差围住他一顿拳打脚踢 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甲夫人见儿子被打 立刻慌了神 说自己去找银子 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都算上 还不到一千两 他无奈跪下哀求道 我丈夫刚刚去世 我儿子一向安分守己 是受了别人蒙骗才会走上邪路 我家只有这些了 求老爷饶了他吧 压界官说道 你这贼婆娘真是多话 该打 既然没银子了 那就把他送关 压界官带人把从甲家的搜刮到的钱财 全都搬到船上 又把出甲和他的兄弟送关 官员认为出甲三更半夜扇灯关船 已经有罪了 更何况他还想放火结银 虽然没有得手 也应该判死罪 于是将两人各打四十板后压入监牢 压界官得了钱 说道 万一他真的烧了船结了官银 到时候我肯定性命难保 拿他家一些银子用也不算讹人 压界官赏了船上的官差 每人五十两银子 然后开船离开 贾夫人也算是个苦命人 一辈子跟着贾文科 没花过几个钱 丈夫死后才舍得用 没想到还不到三个月 家产又被人一扫而空 如今大儿子已经死了 二儿子瘫痪在床 小儿子又判了死罪 他哭了两天两夜 又气又急 一时想不开 悬梁自尽了 贾夫人的娘家人得知消息 过来帮他料理后事 二儿子在家无依无靠 只得靠便卖家产度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